大太阳底下一辆辆砂石车进出工地 不久的将来这里便是吉隆坡自济国际学校的所在地 距离学校洞托已经快一年 目前建设工程已经从整地 逐步到板钢金道灌水泥等工作 烈日下工人穿梭工地 这些一条在旁的树立看板就写着 工地禁用一次性餐具 为例者将罚款码币50到200令吉 营建商希望在工地推动环保 目前我们工地有整100位左右的工人 那么在施工到后面的阶段 我们预计会有整300到350位的工人 所以这个数量是不可以忽视的 所以我们是说能够在这一方面 能够做到这个小小的动作 但是300多个人可以发挥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期许 凝聚力量以行动响应环保 慈激国际学校校地也设有回收区 减少工地垃圾量 确保施工品质也带动工地人文 慈激与营建商共识要打造安全 稳固又环保的校园环境 戴新闻黄兆锋 林彦均罗国聪 马来西亚报道